收尾消息 但一看到的是有诈骗集团的成员为了躲避茶器 居然开车冲向远景 而且还连续冲撞了多辆戏机车 所以在新北市的新庄有一位薄姓被害人 他跟诈骗集团相约面交80万元 其中有一位流姓嫌犯他负责在一旁监控 但他发现有远景在埋伏就开车逃逸 而且还一连撞了七部轿车跟两部机车 甚至造成其中一位骑士叫受伤 最后他被卡在车阵当中遭到拦检尾捕 林敏已经卡在车阵中 黑色轿车却想强行通过 拼命往前钻又逗退撸 连续撞了好几台机车和轿车 后方驾驶傻眼下车查看 但轿车继续油门狂催没打算停下来 就是因为有警察在追他 轿车驾驶被警方拖下车压制 原来他是诈骗集团成员 车手和被害人面交他就在一旁监控 事发在新北市新庄 博信被害人加入诈骗投资群组 被洗脑操作买股可以分红 但要先给80万才能出金 双方相约面交 而流行嫌犯就在旁边监控 发现附近有警方埋伏 他马上开车逃逸 冲撞远警和七部轿车及两部机车 还造成一名歧视脚受伤 最后逃不了还是被逮了 当时因下班车潮众多 犯协一度卡在车阵中无法逃逸 全机油本分局远警拦截为捕 到岸 警方当场查扣手机印章和毒品吸食器 全案一诈欺 妨害公务毒品罪嫌送办 嫌犯兴趣逃逸 反而让自己背上更多刑责 记者会陆伯聪新北查报道